男人說內褲穿多過一天聽過 原來我老婆也是這樣 歡迎實體 講男講男 這次我們故事主任的Angus 他就有點關於內褲的煩惱 我們找Angus出來現身說法 Angus 你好 是 事情是這樣的 先講一下我老婆 她本身是一個很省家的人 她很少買衣服 甚至連買內褲也很省的 你見她穿得門會爛爛爛 她也會繼續用 她連洗衣服也會省的 洗衣服也想省的 男人說內褲穿多過一天都聽過 原來我老婆也是這樣 我只是結婚後才知道 但是我也勸過她 最後也會洗得密一點 內褲就這樣 她這麼省 又不買衣服也不願花錢 我是很安慰的 我覺得很欣賞她這邊 作為男人 你賺錢賺得這麼辛苦 她在家裡 她省錢當然是你開心 你沒理由會 想她花了這些錢 她是不換內褲 還是不洗內褲 是兩件事 你說什麼 我A底褲換了B底褲 但是B底褲就擺在這裡 我不用的 因為自然風乾就可以殺菌消毒 回到家裡 她會浪起她 不用但是浪起第二天再穿 吹乾她 或者她都沒有塞到 這樣便吹一下 我聽到這裡我真的有點咬很無言 因為我覺得這個關乎衛生的問題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衛生的衝突 現在很明顯 剛剛前幾個月我發現 她突然間就買了一批內褲 風圍啊 絲襪啊 那些都有買 我又不知為什麼 無緣無故又轉死性了 買新東西 很奇怪 我又沒見她穿的 其實有 有一次我去了洗澡 剛剛又聽到她在房間裡偷偷講電話 但我又不太聽得到她們講什麼內容 但是就聽到很前面這樣 那些語氣又有陰陰嘴笑那些 我想問啊Angus 就是除了這個關於這麼個人的事情之外 其實她跟你之間的相處態度上面 她有沒有轉變呢 我又不覺得有很大的轉變這樣 因為我自己上班時間都長的 那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老婆這麼節省的時候 那些錢都是給她拿著的啦 那 就是我又不知道她又是不是很大洗 或者 就是 儲下是不是很多錢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啦 那所以她有沒有發生什麼 其實我又真的不太知道 你常常承認其實你很少關心你太太 都不是沒有的 但是 就是這樣啦 但是 那些人家裡那些瑣碎事啊 那些 那些 其實她又很厲害的 她自己都搞定了 又不用怎麼擔心她的 但是 你說去街那些 她又不喜歡花錢的 那你又 帶她去 去那裡玩 去那裡玩什麼 都少的 你說去沙灘那些 那她又 就是她都不是說經常出去那麼多啦 尤其是這幾年啦 是不是 所以都不是說經常出去的 那 那她又喜歡你花錢啦 那 簡單單單 吃一頓飯那些都有 如果是 偶爾去買禮物啊 那些 就沒有什麼的啦 那她都不喜歡這樣 那現在你 就是 叫做 發現了你太太有外遇 又有這些的轉變 那你打算怎樣 我都沒想到啊 看看大家有什麼 意見 我應該是 了解一下先 但是其實 是不是很明顯呢 就是 都 又是第三副 又聊電話 那 我要怎麼搞清楚她呢 我覺得 因為你剛才說的那樣 不是十足十肯定 她是不是有外遇 我覺得你有兩種做法 那一種做法呢 你擺明呢 就等著捉奸的 那我就 免得打草驚蛇 我到時就捉你一鑊 另一種態度呢 就是 防範於未然 如果你覺得 趁著這件事 都不是很白熱化 都還是有得 那你可不可以 用這個時間 去 哄回這個太太 去吸引回她 那我覺得 要看看你的態度 想怎樣 就捕捉不同的做法 如果你有心去想挽留這段婚姻 我覺得你是要做些事 至於要做些什麼 就要看看本身你和太太之間 究竟其實 你們去到有多淡然 始終有很多關係裡面的事情 都是你們兩個自己才知道 我覺得平淡時幸福 是因為在乎兩個人之間那種默契 究竟是當中裡面 大家是互不相干的那種平淡 我正如直接罰味 還是還是大家都有很多的溝通 交流 互相繼續很喜歡 和對方一起生活的那種平淡 那如果她缺失了這件事 而她已經向外求這個缺失去填補這個洞 錯不只是她一個人 不是百分之百是她一個人承受 好 多謝你電話 拜拜 祝福你兩位 拜拜 你又當我的劇情老保史客人 怎樣 可能是一些閨密教她 她說你這麼節省 不買喔 你突然買新的衣服 不要穿 她打給她 跟她說這次 就是想握個老公的注意 但只不過就是 你不排除有時候 其實真的想改變一些困局 或者叫悶局 那你總要去做一些行動 我想說 什麼 如果她沒有後面那個 令到大家 即是拉了一個能力 因為有些擔心她們的婚姻 我只是說前面 衛生不衛生這件事 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男人 是不是真的 換不換內褲這件事 那我想說女生 怎樣 我有點驚訝 原來 那些女生 可以幾天都不換M斤 M斤 那M斤才會用的 對 有益的 那些 那有些 血就 積在這裏 是 又吹在這裏 是 那整個period 都是用一塊M斤 我覺得太慳 和某次都很髒 整個period的日子 都是用這樣的模式 我就覺得不太好 當天都好些 夏天有味 是 是不是真的為了省錢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難 這刻錄製節目的 這一天的 最近 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 那些girls的平台 就說 有個女孩子 剛才我不是提及 棉條這件事 是啊 棉條這件事 其實 你是直接放入體內 那個女孩子 是 那你當 現在我們是二月 好了 一月用的 是啊 那二月呢 就發現 二月這個流量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少 就算了 也算了 摩不以為然 然後我跟男朋友 咪咪 我咪咪的時候 就發現一些惡臭的味 那一刻就害怕了 是男朋友的丁丁有事 還是我有事呢 就突然說 想去醫院看看 突然覺得很不舒服 很痛 然後就要去廁所 在廁所的期間 他就感覺到有些東西跌出來 然後一看 就看到一塊白色的東西 都不是白色 都知道是一些 棉質的東西 然後他就夾起來看 原來是一月那條的棉條 原來有人會忘記了 把它拔走 哦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會忘記了自己 有個棉條在裡面 其實我想說 其實是會中毒 或者發炎 對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 但是真的很恐怖 有的 偶爾是有這些個案子的 那大家對這個個案子有什麼意見 Angus她 還有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是不是也有這些衛生問題 即管說一下你們的內褲穿多少天 大家分享一下 在群組裡面 大家可以大膽一點 即管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想加入我們的TG Group一起聊天 我們目前已經有700多人 一直在增長 如果想加入 就可以在影片下方 我們有文字介紹 會有我們加入會員的連結 按下去 支持了我們加入會員 就可以一同加入我們的TG Group一起聊天 歡迎大家和我們分享一下你們的一些經歷 故事 甚至你們有心事都可以告訴我們 那WhatsApp的號碼呢 就在影片下面文字的描述那裡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有新片就會告訴你們 快點做我們的會員 因為我們會員專家 其實將會有些新的製作 沒有錯 這個製作也都牽涉一些演員 我們準備拍些喜劇、笑片 如果大家都想一起和我們有演出 客串、一兩集的角色的話 是很歡迎的 我們都很想和觀眾一起玩 加入我們一起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和阿米 和輕奇傘 甚至和我們其他同事一起演戲的話 立即WhatsApp我們 告訴我們 記錄大家的興趣 或者外貌特徵 適合做什麼角色 我們到時就找你一起演戲 好嗎 記得找我們 好 下集再見 拜拜